神兽归隆,家长最担心的是啥呢? 别把焦虑传递给孩子们 每年的开学季,神兽开始归隆 学校内外两个不同的世界 生理和心理的反差 让不少学生一时难以适应 相比之下,部分家长的焦虑不安 可能更加严重 学生开学,家长最担心以下这些事 一是担心感染新冠 有的孩子可能还没有二阳 担心入学后会被感染 其实,对于在校的学生来说 除了幼儿园的孩子以外 大多数集体抵抗力都比较强 目前的新冠感染对于他们来说 和普通感冒没有太多的差别 不要太放在心上 如果确实班级内有人感染 估计也很难预防 平时适当做好防护 尽可能与正在感染的同学 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是担心心理健康问题 适应新的学年和环境 可能会带来焦虑和压力 学生需要学会应对压力的方法 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他人进行交流等 作为家长更应该学会适应 多和班级老师沟通 客观对待孩子遇到的问题 千万不要把焦虑贩卖给孩子 三是担心饮食不当 均衡饮食对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 避免快餐和垃圾食品 多摄入水果蔬菜和全骨类食品 要尽量协调好孩子 助校与饮食营养之间的关系 减少快餐食品的摄入 要重视青少年肥胖超重对健康的影响 过度肥胖很可能是未来心血管病 糖尿病的后备军 四是担心起床困难 暑假期间 孩子的作息时间完全不按套路 经常玩手机电脑 每天深夜还不能入睡 开学后孩子的起床问题 经常考验家长的耐心 因此开学前就要逐步调整孩子的生物中 逐渐减少晚上娱乐和屏幕时间 可以安排提前入睡 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表 临睡前尽量避免给孩子 食用高糖和咖啡因含量高的食物和饮料 创造安静的睡眠环境 逐渐增加早晨的活动 当然家长最好能成为榜样 早上起床和遵循规律的作息时间表 以鼓励孩子效仿 五是担心免疫力太差 饮食对于免疫系统影响较大 均衡的饮食包括蔬菜水果 颧骨类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维生素等 都有利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加强运动减轻压力避免熬夜 对于免疫系统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孩子的心理健康尤其需要重视 要教会孩子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 学会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 包括深呼吸 冥想 肌肉放松等 要学会保持良好的社交联系 学会与同学家长分享感受和情感 在遇到压力或情绪低落时 要毫不犹豫地寻找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 作为家长不要与他人比较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和优点 要重点关注自己孩子的成长